然後在 我已經覺得想見你劇本很複雜了 然後拿到《無神之地不下雨》的時候 我跟你一樣啊 我看不懂 我到現在就是已經 我已經在拍攝ING了 還是有一些 一直在找人討論 我們也是一直在討論 每次導演跟我跟家妍講完戲之後 我們就很認真嘛 說OKOK 所以我等一下走 我也講台詞什麼 然後導演一走 我們就會對眼說 你聽得懂嗎 卡斯正式公開《無神之地不下雨》 2021 必看 他們已經開秀很久了 狀態非常好 主導眾神撤離人間的任務 懂了懂了 因為末日快到了 眾神不止 好 右前方一點中方向 我覺得是很不一樣的戲耶 你可以這樣比較嗎 我覺得是很不一樣的戲啦 它整個世界觀 它在故事裡面 我覺得創造的這個 世界的格局是更大的 然後在 我已經覺得想見你劇本很複雜了 然後拿到《無神之地不下雨》的時候 我跟你一樣啊 我看不懂 我到現在就是已經 我已經在拍 在拍攝ING了 還是有一些 一直在找人討論 我們也是一直在討論 每次導演跟我跟佳妍講完戲之後 我們就很認真嘛 說OKOK 所以我等一下走 我也講台詞什麼 然後導演一走 我們就會對眼說 你聽得懂嗎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就說 沒有其實我 導演一走我就說 跟巧巧說 其實我剛剛聽不懂 但沒關係我們就演吧 沒關係我們情緒有到位就好 就是簡介出來 我們就知道這段是怎麼回事了 他的角色也很特別啊 所以他會願意演 我也是覺得 就是 對沒想到小鳳也是 要來演這個角色 因為當初其實 真的就是跟你一樣 我是看了故事 我也是 然後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很愛 這樣的奇幻類的題材 然後其實在 台灣其實很少見這樣的劇種 然後 又是壽司寫的 對 然後又有懸疑 然後我又喜歡那個時間 走跳來跳去的那種 有末日的愛情 對 所以那時候覺得 來找我演這個角色 又剛好又沒有愛情線 就是 我的角色就是跳出愛情框架 所以 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 蠻新鮮的嘗試 最近受盡折磨的戲嗎 就淋雨啊 對啊 就是很多 很多 很多次 受盡折磨應該是宣傳吧 現在什麼都不能講 不能講 要不能講 真的是 應該現在是最受盡折磨的時候 對 最受盡折磨就是拍了這兩個半月都不能公開 對 然後大家說你到底在忙什麼 真的 每天都一直忙 對 終於今天可以講了 而且其實老師說你跟你的朋友說你在拍什麼戲 其實他們也不一定聽得懂 對對對 因為你拍了一個跟阿美族范林有關的那個神話什麼 然後說哦 到時候看播出你就知道了 其實你也不知道怎麼去跟你的朋友說 對 對 你有話想說去苦無發生的管道嗎 你對事情有不同的見解 卻無人傾訴嗎 年輕學子們站出來說出你的想法 讓我們聽聽年輕人的心聲 鬧便風向強力徵求學生辨識 只要你敢說我們就敢要 趕緊拍攝影片 然後發送到我們以下的信箱 就會有專人跟你聯繫 還有還有 別忘了訂閱我們鬧便風向的YP頻道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精彩的辯論哦 各位朋友鬧便風向 趕嘴就來變